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欢迎面试里的四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你好 用优美的歌声点亮希望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桂华女士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是来自沈阳的赵书珍 我特别爱美 三号女嘉宾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夏丽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在平淡的生活当中要找到乐趣 我来自大连 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人 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纪 他们都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嘉宾 就是这样一种人 来吧 接下来咱们先看看她的照片 这是我看过的一寸点关照片里 最占便宜的 为什么呢 占打屏幕了 对 她一点多余的地方都没给别人留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样长相的叔叔 好可爱呀 好像亲爱吧 年轻时候也挺胖啊 她对这种敦识和憨厚扑面而来 对 接下来掌声有请男嘉宾上场 我叫余秀城 今年年长七十流 不幸晚年伤了偶 现已熬度五个春球 自己没找女朋友 提起单身地生活 心里总是酸溜溜 今天来到爱的选择 想找个伴侣牵个手 如果牵手能成功 要求导师 嘉宾红娘 喝喜酒 谢谢您 挺好 阿姨呀 说得太完整了 有才 这是带口音的呀 这哪里口音呢 天津 我祖籍天津 不说话看不出来 天津后边都这么说话吗 都这么说话 这个何哲押韵 一般人是说不好你知道吗 但是你说的那个味道全在里面呢 嗯 够牛的 这个男嘉宾这一段话想了多长时间呢 我就随随地想就能说出来 哎呦我的天哪 就这么有才 嗯 那你今天跟女嘉宾聊天都用顺口溜行吗 我就看她什么样影吧 你先看看我这影 你的影啊 那你形容我一下 对了 对了 有点害怕呢 主持人学校 嗯 嗯 不擦摩粉 自然漂亮 哇 衣装合体 非常时尚 哎呀 可学包养 新冠体胖 哈哈哈哈 好 结束 太好了 是的 凯摩 妇女的榜样 哈哈哈哈 行 够了 停 可以 就是 您说我 您说我心宽体胖 就是简单为了押韵呢 还是说 情容那非常贴切那种 说心宽心态好 哈哈哈哈 主要是前面 您说乐观心态好 我这个性格比较好是吧 你三位都是 心宽体胖用到他俩身上合适吗 您觉得 用他身上也合适 也合适 哈哈 那我放心了 合适原因啥呢 你们三位就做好事了 啊 嗯 说说你 我说心宽体胖 就你的心心态好 好 谢谢 好 好 我也夸您一下吧 是不是 心宽体胖 哈哈哈哈 我觉得太胖心宽心太胖了 问题是你心太宽了有点 心太宽 是吧 我是心态宽 您这个造型是怎么怎么的 是爱吃肉啊 是爱喝啤酒啊 以前我也挺胖 我从打伤害的选择 我就简直简直猛简 冬下两顿饭 嗯 一天一半酒 嗯 主持用的手 主要刮拆带 你说他要把这肚子送进去 这个多漂亮 一八八 咱胖瘦的无所谓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健康 没有 行动 行动就行 都行 是不是 都行 行 喜欢 老娘是什么呢 适当运动 嗯 合理赛事 出息搭配 寄言献酒 心态平衡 长寿不老 性关系 性关系 说话真是一套一套的 特有柴的一种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你看那愁眉不展的人啊 胖的少 因为天天愁啊 吃不吃不进去 喝喝不进去 一般的 你像这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笑天下可笑之人 就是什么 心态好 接下来咱看个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14935号男嘉宾余秀成 77岁 水阳法库人 公务员 镇人大主席 镇长退休 丧偶 有住房 子女已婚 将汗水洒在大地上 把成果留在百姓家 我叫余秀成 我是人大主席 我是人大主席 退休的 余先生年轻时 从雄院农科院毕业之后 被分配到了农业技术 推广研究所 后来又调到了法库县 三面船镇 镇政府工作 他作为副镇长 主管农业 林业 水利 第三个方面 就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 也正因如此 余先生后来 当过三面船镇的镇长 和人大主席 他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 想百姓的心中所想 做百姓贴心人 顶良柱 叔叔 听说您当年 还带着人盖过楼啊 在哪儿啊 盖了三层楼 一个是水底上楼 第二个就是能够站楼 第三个就那边能几楼 都是白手机家 自立更省 民用政府财政一分一文 作为人民公仆的他 为了人民服务了大半辈子 老伴去世之后 一直觉得空落落的 现在到了晚年 也该为自己谋幸福了 我老汉 也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提高勇气 增相信心 决定到爱的选择去相亲 来 接下来再连线 面试女嘉宾看看 对你的第一印象如何 好吗 她能落我们 世上人也能落我们 1号 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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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你的体重是多少啊 100公斤 哎呦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这体重还在秤里边呢 你妈呀 那还跑秤外边去啊 你觉得他体重太重了是吧 那我才是他一半啊 你是他对半事儿 100斤人家 我也100斤的 100公斤 对呀 差一个字儿 只有你娘娘很胖 胖吧 容易引起身体的不健康 三高很危险 她非说你三高高 你高吗 三高一米 三高啊 血压 血压低下巴斯高于125 正常 太标准了 血治血糖啥的呢 反正都不高 全部高 哪也不高 就个头高 就有升高 对 学地高 我是熊耀农业技术职业学院毕业的 还有职位高 职位高 反正你这三高不高就得了 你管别的还高不高 学地高 职位高 升高 那不三高啥呀 说三高 你爱运动吗 每天早上早餐 走华里 华里 你们这什么按华里算呢 一从五花里一来后就五公里 五公里 五公里 你不行啊 你就是走的话减肥很困难 爬山舍水都行 这个减肥真的运动量达到 运动量达不到真的减肥 好 他建议你是减肥 人家是胖也健康 瘦也健康 总的就是眉毛也健康 那不美呀 你体重重 五个减肥 行了 人说了你不美 他腰不费劲啊 他找不着你的腰 你这头都看不到脚尖 你能看着吗 你能看着这脚尖吗 看着了 看脚根都看着了 是吧 刚才吧 都是开玩笑 就是书回乘坐 他的思维还是很秉解的 头脑挺灵敏的 是吧 谢谢一号嘉宾 二号嘉宾你好 挺魁梧的 拿二百斤哪瓶段瓶子 二百斤的东西能夸端起来 你多少斤 我 98斤 一会上来让你坐盗上端一下 行不行 盖高楼地基要打得好 如果你要没这么大一堆一块的话 你哪能二百斤拎起来就走 是不是啊 所以呢根基比较牢知道吧 对 好 有安全感 好 哎呀他还挺欣赏你这个地形 谢谢你的夸奖啊 不客气 三号嘉宾你好 男嘉宾的个头挺破丑 就是高大上行的 身高1米7吧 挺优秀的 身高1米7吧 我1米65 呀 呀 挺好啊这个个头 是吧 那三号嘉宾听说你想找个公园啊 是的 公园是优先的 男嘉宾是公园吗 是公园 人家是镇政府退休 是镇长 人大主席 镇长 你这公园党次多高了 特年轻行 看好 来 四号嘉宾你好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他当过领导 那能不能把我们当下属 一看待啊 他怕你是个领导 完了对他都有那个 管下属的感觉 会不会有 那不会有 不会有 因为我当干部啊 竟结束老百姓了 和老百姓谈得比好 对媳妇更好爱 对家人更不说了 更得和爱 和护 谢谢我们的 民室里的四位女嘉宾 好了 男嘉宾那一轮连线结束之后 你要从四位当中选择出一位来 先和您上台来聊聊天 这样吧 咱们二位给出出主意吧 我觉得男嘉宾一上来 你这个出口成诗啊 那真是不简单 逐渐你在工作岗位上 就是响当当的一个领导 另外一个从一号姐姐开始 虽然人家类似于开玩笑 又是体重又是身高 刚才想了半天 但我觉得他对你特别感兴趣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那么热情的 和你谈那么多呀 对吧 二号三号 那就是性格特别的开朗 而且和你交谈的过程当中 方方面面都给你涉猎到了 我觉得如果要是不推荐 都说不过去 但是四号姐姐呢 不管怎么说啊 人家刚才说话的口音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最起码的人家是希望 能够和你进一步的接触 不管咱是不是公务员 都进入到家庭生活了 你说那能不应该推荐她吗 所以一二三四我都推荐了 跟没推荐一二 你看我说多优秀啊 特别有才华 我一定要推荐一号 为啥你知道不 她老嫌弃你胖 嫌弃傻的 你不知道什么叫男才女貌吗 我一号阿姨年轻貌美 别看她也过七十 但长得年轻 有点还凡人 有点不太成熟 就像小小女孩似的 但你俩要站在一起 老般配了 你有才 她有貌 在一起肯定老合适了 她当领导的脑子 还能不会专达 她也不写一号 另外有一位阿姨 就是我们四号阿姨 她真的单身三十多年 都不想找了 跟我们保持这个联系 一听说你这个条件 昨天晚上特意从本夕赶过来 要和你见面相亲 这种诚 对吧 是不是挺打动人的 那肯定要给四号阿姨一个机会了 首推一号 然后四号 那么男嘉宾会选择几号 女嘉宾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选择我在这里等你 选择时刻即将来临 于先生会如何抉择 最终男嘉宾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女嘉宾到底经历了啥 竟让她三十余年不愿再婚 这个妹妹她同意我 这第二我还不找了你 呀啊 就这么快就决定了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免费吃免费吃 传食真善 请您免费吃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不要钱 马大嫂 卤汁排骨 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 骨手肉厚 铁锅慢炖 炖到香味透过骨酥肉烂 每一口都解馋 每一口都过瘾 原奖一百九十九元三大袋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 年度专攻奖只要三十九元 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只要三十九元 获到财富款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不要钱 好吃实惠您留下 不脱骨退 买贵一般退 请抓点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谁说大厨难得好 做肉还得骂大嫂 船是真伤秘质佳肴 肉中极品 吃过赛也放不了 我们家的手艺传女不传男 我从八岁开始呢 就跟着我妈学做肉 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 从选肉配料炖煮 火候都有讲究 男人的手呢 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一天就说一百份 一大嫂就能来排队呀 来得晚就没有了 哎呀他家这呀 天天都是这么多人 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 特别的好 别的人家呀 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 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 我多买一点 吃过多年了 吃肉 我只吃这把大嫂 每次出菜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 吃上一顿 太过瘾了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 不要钱 马大嫂 卤汁排骨 真正的老手艺 老味道 骨手肉厚 铁锅慢炖 炖到香味透过骨酥肉烂 每一口都解馋 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一百九十九元三大袋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即可享受 年度专攻奖 只要三十九元 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只要三十九元 货到财富款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 不要钱 好吃 实惠 您留下 不脱骨 退 买过一关 退 请抓点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最终男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四号女嘉宾 四号女嘉宾 好 接下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我还是从前那儿的少年 怎么说呢 这照片照得中规中矩的 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但是她跟叔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都是大头梯 但是她脸很小 对 但是我发现有的地方比较香香 那人的发量够 波浪也够 接着咱们见面 掌声请女嘉宾上场 但是32年了我今天应该出发 我就修理 好 欢迎您您好 您好 阿姨好有气质 那您 很般配 您是啥退休 啥站 什么退休 您是镇长夫人退休吗 是 哈拉挺大 您气质相当到位了 我哪有气质做老太太了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原来就是工人 行好 你看 行李个头都很好 因为她平时又会跳舞 也爱唱歌 您跳什么舞 广场舞 你看还跳舞呢 给咱比较两下 真的 要得跳个四步慢点 来 跳个四步 行 您俩踩 只要别抓一个行 不能踩鞋了啥点 来 二 三 四 三 走 一 二 你又踩得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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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 这跳真挺好啊 哎呀妈呀 这跳真挺好啊 啊 谢谢 啊 谢谢 会笑 跳得太好了 那一下的 拽一下 哎 拽一下 哎 太快美了 在跳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有一点感动 真的是 在七十多岁这个年龄 两个人在一块 哎 跳着这么浪漫的舞蹈 嗯 身体还挺浪 我许老年生活 就应该是这个呀 李嘉宾 跳得咋样 挺 加本 加本了 是不是啊 你能理解跳交易舞的人不 能 能 以前跟谁没跳过 是吗 就跟她跳 我一会儿 下一位 我这样子跟她跳 这个妹妹她同意我 这第二我还不找呢 啊 就这么快做决定了 不行 要不她就放弃了 真的假的 那为什么 你都没聊呢 你好冲动啊 这老头很看好 你不要被爱情冲坏了头脑 好好好 对啊 她选了选一个 不能选两 是吗 但是我跟你讲 我这个还是专一 不 专一是这样的 挑可以挑 但是相中的 得是一个人 接下来 通话短天了解一下女嘉宾 13736号女嘉宾 萧莉 67岁 大连人 在本溪 厂矿工人退休 五子女 萧女士是个本本分分的女人 就喜欢过自己的平淡日子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连的萧莉 她待人和气 性格开朗 要说这辈子做的最不和气的一件事 就是和前夫离一了婚 我退休了 没有自己 我来本溪 跟姐姐和姐夫做的一起 萧女士已经单身32年了 早已习惯了这种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生活 但考虑到自己的年龄 越来越大 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 决定来到爱的选择 寻找幸福 我鼓起勇气来找幸福 爱的选择我来了 接来见面了 咱们打个分数吧 男嘉宾首先给女嘉宾打分吧 100分 她脸挺棒 她脸挺欢配的 对 就感觉这么投缘 这么有演员 挑不出毛病来 她是不是个完美的女人 100分 都不够 那素质哪个高的呢 是吧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 也是一样付100分 看来我们可以早点上班了 这就是游戏游戏 完美 是不是完美 来接聊请二位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她脸很有味呢 你家里的情况 就是两个儿子 我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她平常是不得收到这样 她们现在不需要你负担吗 都不要 孙子孙女外孙子 把她全 她们 唯独什么部 就差个老伴 哎 姨爷 叔 你别看啊 我们 你是法库 原来在法库工作 你原来是大连 但你俩现在在同一座城市居住 都在本席 是吗 是 这是千里迢迢来相会啊 我是赞助本席 永顺社区 在哪儿找半儿 在哪儿定局 随着给我电话我就来了 永娜 你俩别来了 在本席就联系一下得了 快到老远来 下日约会来了 是不是 时间不知道 直到一起来好了 坐一趟车吧 对 我估计坐一趟车 走半道回去吧咱俩 可以一会儿吗 要成功了 那一起回家了就是 你们的孩子同意吗 你在找啊 我还是小孩不管 不管原因呢 以我身体好 在外边就是自己 生活各方面能自理 第二就是什么呢 我经的条件够 个儿能够用 人家大伙正软了 这个年儿里可能 有没有后护自由呢 所有家的子女都放心 多钱够用 多钱够用 工资五千五千 九十 所以四号你嘉宾五千块钱 你觉得满意吗 这个可以 可以 您多少钱呢 您多少钱 我三千 三千 那这八千 我就够用了呗 我也以为你夸一 我还可以吧你 挺傲的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了 这条件是吧 来吧 接下来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回往事 我曾经有一段幸福的回忍 余先生和爱人 是熊岳农科院的同班同学 上学时 他们只是普通同学 毕业时 爱人向他吐露了心声 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再后来 爱人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余先生成为了公务员 他们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们曾经有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 一个女孩 现在他们都有工作 这是从家里看 是很幸福的 本以为这份甜蜜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直到五年前的一天 余先生的爱人 突然被查出患有盆腔癌 而且发现的时候 癌症已经发展到了晚期 那时余先生真的难以接受 但是现在他知道 健康快乐的生活 便是对妻子最大的告慰 男嘉宾 其实之前 您有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 可以这样说吧 很幸福 结婚五十周年 妹红脸 她是教师 我一直搞能业的 后来上一大和一大推 就是你们两个人 已经幸福地度过了今婚是吧 爱人也能有这样子来睡了 对对对 五十年真的很不容易啊 而且能够说我跟对方都没红过脸 这双方脾气都挺好 因为您之前的妻子是教师职业 所以你对教师这个职业 就会倍感亲切吗 我的最好的就是教师 这个事实有点过分 你觉得教师有什么优点 有学历吧 不跟你说办事 他有学历吧 这好办 对 是 你觉得能跟他落明白是不 能落明白 不一定 我爱人走前的他跟我说 他最好找教师 或者有工作的 他就是能讲道理 他好受气 可能您这个性格 就适合和老师生活在一块 是不是啊 对 你的说话方式啊 你的生活方式呢 和老师这个职业的人更接近 对吧 就除了老师的职业 你还喜欢什么样的职业 生活培养教育 嗯 四号女嘉宾您是什么学历 我先问问 初中 完了又补了 又补充了 可是现在属于高中 那个年代如果高中毕业 是可以的了 是吧 行 您是什么职业退休的 职业就是职工 就是工人 就是普通的工人 对 男嘉宾现在离你的要求 是不是有点远 他的职业啊 理想是邂逅高学历的教师 现实却遇到朴实的退休职员 男嘉宾现在离你的要求 是不是有点远 他的职业啊 他们的乡齐之旅 还能否顺利 我说什么也不走 我鼻子坐在这儿呢 是 我凭什么敷眼啊 爱的选择 稍后更精彩 免费吃 免费吃 船是真善 请您免费吃 您可以随便打开以打来 不好吃 不要钱 马大嫂 卤汁排骨 真正的老手艺 老味道 骨手肉厚 铁锅慢炖 炖到香味透骨 骨酥肉烂 每一口都解馋 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即可享受 年度专攻价 只要39元 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 只要39元 获到财富款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 不要钱 好吃 实惠 您留下 不脱骨 退 买贵一般 退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谁说大厨 男的好 做肉还得马大嫂 船是真神 秘质佳肴 肉中极品 吃果 赛也放不了 我们家的手艺传女不传男 我从八岁开始就跟着我妈学做肉 这个可是个戏法活 从选肉配料炖煮 火候都有讲究 男人的手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一天就说一百份 一大嫂就都来排队 来得晚就没有了 哎呀 他压这天天都是这么多人 关键是他压这个肉特别的好 觉得人家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 今天孩子们都回来我多买一点 吃不多年了 吃肉 我只吃着马大嫂 每次出菜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 太过瘾了 马大嫂 鹿汁排骨 火遍全国近百年 排骨 只用浓户散养的成年黑猪 只选瘦肉多 口感嫩的内煎排 尼炉铁锅桑柴火 采用灵芝 西洋参枸杞等 几十种珍贵中草草药 祖传配料秘方 加入老汤断足九小时 秘制出人间美味 好吃又滋补 免费吃免费吃 船市真善 请您免费吃 您可以随便打开以打来 不好吃不要钱 马大嫂 鹿汁排骨 真正的老手艺 老味道 骨手肉厚 铁锅慢炖 炖到香味透过 骨酥肉烂 每一口都解馋 每一口都过瘾 原奖199元3大袋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即可享受 年度专攻价只要39元 您没有听错 三大袋只要39元 获到财富款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 不好吃不要钱 好吃实惠您留下 不脱骨 退 买贵一分 退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男嘉宾 男嘉宾现在离你的要求 是不是有点远 他的职业啊 可以 挺好 挺好的您 第一是教室 第二好有工作好 有学历 就是说这就行 没有贤惠 这就行了 对 这句话说在这里 其实男嘉宾你这样说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如果要是说在拼事业的时候 你和你之前的夫人一起 你们两个人共同成就 到这个年龄段安享晚年的时候 主要是生活的技能和身体健康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每个阶段不一样 要求会不一样 男嘉宾说脸呢 互相 身体健康 互相 77啊 这也不算年轻了 就有那人说了 这么大年龄还来相亲呢 您是怎么想的 我问这多少岁 晚年就啥呢 主要看身体状况 要身体健康就行 他经历我一个病患了 他就吞了什么了 还大了 4号女嘉宾你今年多大年龄 我67 67岁 差10岁 差10岁 我感觉他要是显示这位女生 他就能降服了 我不好意思说 你们在外表上 看不出差那么多 嗯 我觉得因为男士 他挺会保养 我就说 也跟他之前的生活有关系 可能这一辈子 没吵过架 没招过急 没上过火 你嫌他年龄大吗 有点大 有点大 年龄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 你遇到真爱 年龄根本不算是 哦 你是接受多大年龄差的 70左右 703 4 45都可以 如果703 4 身体状态并没有他好的 情况下呢 现在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真好家好 我看他那么胖 他担心是不是有什么边缘 其实是以上身体状态相好 我没退休之前的 学六年的医学讲座 退休这十多年呢 每天应言学习哈 学着学压个儿心有底都不高 我就量学压 好量学压 我是农民出身 学农的 学压很好 第二呢 我家是农村 大平 你住楼强 是不是大了 住楼没啥意思 第三呢就是什么呢 年龄大 这就是你不能铺着盖子的 院员就牵手 没院员就拉倒 说考虑那都是不同意的话 就是你还是院员 看你能让我心动 这个东西不能说的 弯矿的就是菜 刚刚一见面就同意了 我们俩就结合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还能够去 这家同意以后 也得去了解了解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病例比我大 完了我担心就是结合到一起 所以说比我大 例如是身体有什么毛病 那就是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但是你 要是有点那个寒养的 就不那么说法 我自己也出不了 就是你怕他 突然有些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意思 男嘉宾说来说去 人家嫌你大 你嫌他小没有 他比你小十岁 那我不介意 八十岁八岁很长 六十晚上七十晚上 身体健康就行 年龄是个数字嘛 四号阿姨 你可能也得珍惜这个机会 我感觉还是讲点缘分 你说吧 你跟这样一个有内秀 然后呢 事业上做的呀 也是风风光光的 这么一个男士 还是位领导 幸福的过程晚年生活 我相信你跟他在一起 他会引领你很多 我就怕他自己怎么认识 咱说有的人 遗传体质就是胖 但是不影响整体的健康 对啊 条件多好啊 没有情况 而且一个人是不是生病啊 是有病态 是从他的面色 整体状态能看得出来 在爱的选择这个舞台 同龄的 叔叔不是其中之一 而是最精神 而是头脑反映最灵光的 一位男嘉宾 我觉得真的七十七岁 在他身上就是一个数字 领导 他就是领导方案 要你看一样 你看我这个捏捏 体育呢 你捏一样 捏一样 捏一下毛巾捏 让你看健康不健康 体育看 健康 那小老鼠那一下就出来了 他得看男士那画整个书 姐姐 你看一看 如果要是在这个年龄段 依旧对爱情渴望 对生活渴望 他一定是自己身体非常壮实 是不是 如果要是气弱油丝的话 他什么热望都没有了 咱们再也问问密室里的女嘉宾 在七十多岁 快八十岁了 这样的年龄阶段 该不该找另一半呢 我认为追求爱情 没有年龄的限制 不管我年龄多大 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那刚刚四号说了 说怕在这个年龄阶段 突发的一些疾病 他可能会打得措手不及有点 所以他不太敢找 这个年龄阶段的 别说年轻的 别说年老的对吧 都不可预料的 所以不是明天会发生什么 对 活在当下的 所以说就是 我见你那一刻 你是健康的 好 我们就有感觉了 就往下走 对不对 所以你是挺支持男嘉宾的 是吧 还是吧 好 谢谢我们的女嘉宾 还有哪位女嘉宾 我今年六十七 找我老伴 互相服侍 走到老 挺好嘛 如果在你七十多岁的时候 别人说 你看你都七十多岁了 还找啥 自个过吧 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七十多岁是 你有七十多岁的价值 所以人家就得要找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论年龄 我真敢给你点赞和鼓掌 六十七岁的年龄 依然有追求幸福的想法 以及认为自己还会碰到爱情的那一种 对这个未来的一种渴望啊 我觉得真的想替你点赞 你会越回越年轻的 谢谢我们的女嘉宾 其实我也挺意外 今天七十七岁的叔叔 真的给打了个样真的 关键是要找一个相知相伴的人 年龄的差别不要那么的格外的去限定太多 这样给自己的路堵死了 是吧 所以说四号女嘉宾 今天是完全就卡在年龄上和体重上了吗 这个也不算是年龄卡的 有些事情就假如可以吧 这样也得了解一段时间是不是 所以您不要急于求成 好不好男嘉宾 人都给你放话了 来吧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萧女士曾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也因此伤透了心 我跟前夫是同志关系 在厂长的错误下 我们俩相爱了 婚前前夫表现得几乎完美 处处体贴 关心她 那时萧女士以为遇到了那个 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于是她们就结婚了 后后她变了 我就觉得她是我身边最陌生的人 酒后打人骂人 让萧女士苦不堪言 另外糟糕的婆媳关系 也让她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后来她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离婚 没喝后我一直不敢再走 直到今天 女嘉宾是哪个年龄的婚 三十五岁 我三十岁结婚 她俩没孩子 她没孩子 您为啥三十岁才结婚呢 因为我原来在北溪工作 那是我老家在大来 我在农村 完了我姐他们在市里 所以我就奔着他们去了 那时就开始准备调工作 也就是说您由于受工作的限制 所以说中间没有时间找对象 因为你这个地点不确定 是吧 对 所以那时找的 您也算是凑合一个人找了 凡是他们给我介绍 当时说得挺好 但结合一起以后 就不行 生活不了 也什么事就是急急歪歪 和老婆在一起 老婆那人爱跳车 她要是男儿媳妇 但姑娘那么带 不就妥了吗 阿拉一是不打仗她就难受 其实你嘉宾 虽然是你唯一的一段婚姻 但是对你影响太大了 太大了太痛苦了 我说什么也不找了 后来这不 您这一说不找啊 32年被找 不找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太伤心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单位也好 同志也好 是供姻也好 还是老相也好 邻居都给我找 这个坎儿谁劝都白劝 说我不找供人 一点数字没有 我说不看我是供姻 我要找一个怎样的 机关干嘛俩事 新的命笔纸包呗 她是找的机关干嘛 全是带孩子 我一听带孩子 我决定不找 我辈子这么大 所以说我得真的弄个号码 自己一辈子没有孩子 就有一种特另一种性质 本来这个够野气了 就伤活了 我再弄我号码 再给他就扯那个干 我说什么也不找 我转不着队里呗 不连看都不开 就这么个情况 她和那个生孩子的妈妈不一样 她没有好 人家有一句话说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是 有这种 其实你这一招被蛇咬了 只有你32年 就是自己独自一个人 对啊 我跟我手上都说 你这表啊 你心是吧 往后 是 就害怕 怕孤单 我发现咱们四号姐姐 是一个特别果断的一个人 即使止损是对的 但是如果要是说真的能够让自己敞开心扉 感觉一下不同的人 只要你自己走出这个肩甲 不相信那么像男同志的 所以我坚决不走那只 就觉得男人 这么讨厌上了一阵 上了一阵 就是你去寻找患患 走不出去 对 就比如说你跟一个温温尔雅的人 在一块坐着 你还会想象吗 完了 他以后万一喝酒呢 万一打我呢 你会有这样的想象吗 对啊 这就是以备的最大的一杯 就跟你造成那么大的 他就骂人 我评不向你骂呀 所以说我也不要 那您是把你丈夫的恨 都转嫁给所有的男人身上了吗 那时候我就 也通脑就是一根筋 因为他俩打架打得可厉害了 我觉得阿姨可能私下跟我们也沟通过 几件打人的这个事件 他俩最后是对打 给打出阴影来了 其实你也没服软是吧 我凭什么服软啊 我一不做一不强 我一没不招了架 我一没怎么的 你凭什么你打我 你最严重的时候打成啥样啊 是的 我拼得得了呗 我跟你俩过什么劲儿 我们俩都撩在一起 撕不在一块了 对 不分胜负 对 你也是很强悍啊 32年你看他在谈的时候 他不光恨他的丈夫 他稍微有点恨所有的男人 一个巴掌拍不响 拍不响 这就对的 甚至他挨着我坐着 都有点距离 都有点 尖眼太大了 有点太严重了一点 社会的发展 人家不断进步 你用的各样行动 实际行动感化他 他要再早就理解点 俩还不能合 您是在为你自个说话吗 他不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岁的大情话 你三尔那个吧 一年一两年就是他过得比较和气 就是什么 二年就是你三尔那个人 就是那个单身 你再找个好伴 他也珍惜他 也爱护他 也包容他 来 这样咱们看看秘室里的女嘉宾 女嘉宾35岁离婚 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个年龄阶段 结果她停滞了32年 等到他67岁的时候他才想找 错过了人生的最佳时机 那怎么去调整这种心态呢 我认为吧 就是这种伤害和阴影啊 要靠自己来修复 不要说化地为老 把自己困在里面 自己去寻找快乐 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走出困境 走出阴影 也就是说先让自己变阳光 对 充满正能量之后 对啊 你反而能大度地去理解你的潜伏了 走出来之后 要把自己活得精彩一些 然后应该马上开启一段 新的感情生活吗 那不一定 如果自己修复好了 我身体也健康 我想追求什么 去追求什么 那我找到一位男友 他如果支持我的话 我可能在一起 如果不支持我 我不可能受他限制 但是不要对男人总是恨 是不是啊 恨一个人多累啊 他不是恨一个人 他恨一个性别的人 男性 多累啊 承认身体 心里装着恨 就不累死了 好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他人一个机会 谢谢密室的女嘉宾 4号女嘉宾 您现在还是你一根筋的状态吗 以前确实是一个状态 完了我这个外甥女儿 比较我上这来 我说 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 你应该乘个家 我都不同意 他透着背着我 我来给你抱着面 我的天哪 我还以为是你 年轻的时候这么想 现在其实你也有得 我那天我还损他了 还损他了 你想报名 你不通过我吗 哎呀 他就 是为我造型 我也知道 我也承认这一点 就现在你是被 被你的外甥女 鼻子坐在这儿的 是 如果允许你走的话 你会毫无留恋地 转身就走吗 那不能 那不能 你想尝试改变一下不 对想 我外甥经常坐 虽然 他没有孩子 但也把外甥女 当成自己闺女一样 外甥女也来到了现场 咱也知道报名也是 外甥女给报名的 人家家人都可支持她 外甥女只是一个代表 是不是 来吧 来吧 掌声要请外甥女上场 来 我为什么能给我小姨领到这儿来啊 因为外甥女是很漂亮的啊 我自己家的大姑姐 通过爱的选择 选择了一个特别 对的这么一个男士 在我们这儿 谁呀 叫啥呀 说大姑姐姐 现在很幸福 是吧 非常幸福 所以说就是你家有成功案例 对 因为我小姨吧 刚才她也说了 她在这个受伤害的过程当中吧 她就拒绝任何的这个男士 一种示好吧 她就不想再 因为她自己的身体呀 经济呀 都可以 所以呢 她觉得我就 一个人可以过到老 但是呢 随着这个年龄了 我就说的 小姨 你得有一个依靠 因为她没有孩子 没有后人 我说的 你必须找一个 你就是头头脑热 能给你端个茶 送个药 在身边的人照顾你 像女儿一样 好 在我多次的这个劝说下 我小姨呢 她说她也吐口 她挺心疼她这个姨 对 因为 她跟你鸡眼了吗 有的时候 你干啥给我报名 不是 是这个太多 是这样 好香 学得特别特别香 你小姨现在哭了 你小姨现在都哭了 为啥 我们家里的人都特别和谐 合家欢乐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就把电话打到小姨身身边了 问小姨 小姨吃饭没有 我们家在一起 过来呀 我想马上过去 这种亲情的这种牵绊 这个需要 可求 可望 我们就觉得她赶紧回来 或者是我们给她安排一个 身边有一个 安爱她的 能照顾她的 互相 在晚年生活 能互相的那种关爱的 好 让她体会到 身边有一个亲人在 刚刚您看到男嘉宾和小姨 坐在一块的时候 您觉得她俩般配吗 从外观的条件来讲 非常般配 但是你小姨嫌的年龄大 您怎么想的 其实年龄吧 也是一个考核的条件 看到这位男士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我也跟小姨说 可以在这里面 进一步交往一下 具体你俩能交往到什么程度 看你俩的缘分了 好 也谢谢我们的这个 抵较外生女 是吧 外生女上来之后 是不是立刻 感受到人家庭的 这种氛围了 是吧 对对对 你就看阿姨来了 神采奕奕的 那么有气场 外生女少搭理你几回 你也就早点找对象 姐姐 刚才的这个经历 的确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心疼 尤其是经历过家暴的人 她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就是有点焦虑 有点恐惧 有点抑郁 我刚才说的这些 可能是刚才外生女 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感觉到 所以家里面的这个亲情拽着你往前走 你应该非常非常感谢你这些晚辈 同辈或者长辈 对你的这种关心 正是因为他们给你的这个爱 才能够让你能够今天来到爱的选择 尝试着敞开心扉和对方相互了解一下 男嘉宾之前的工作经历和家庭经历 都是特别可靠 与令人放心的 好 接下来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女嘉宾 先稍作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 好吗 接下来男嘉宾 你要再选一位女嘉宾 那么男嘉宾会选择几号女嘉宾呢 竟让主持人惊叹不已 周围有没有人追求你 最小的就是40多岁的 最小的40多岁 40多岁 小30岁啊 不是 那他跟你怎么表达的呢 爱的选择 稍后为您揭晓答案 好消息 好消息 价值2580元的东瑞金金钻表 现在打今天话 只要19块9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基金 走时精准 日期星期双显示 防水 防滑 防衰 夜光显示 实用美观 要盘表链含金 19块9 不够手工费 不够鉴定费 今天却能拿到 价值2580元的 欧瑞金金钻表 成为欧瑞金金钻表 品牌推广大事 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新电话 还送价值598元的 男女龙凤戒指 嗆心雕刻 许许中生 吉祥富贵 精美绝伦 寓意龙腾四海 凤舞九州 红韵当头 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 出去的四标秦权的 鉴定证书 如果您带着满意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马上拨打电话 报名领取吧 银行限键 金玉福远 喜欢金钻表 的朋友们有福了 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 不要2000 不要1000 今天只要19.9 穿成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机芯 走时精准 日期星期双显示 夜光显示 美观时尚 够大 够闪 够气派 顾总啊 这么豪华 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真的只要19.9 就能拿到吗 是的千真万确 今天只要19.9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 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 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 价值2580元 看这是合格这吊盘价 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不要2000 不要1000 只要19.9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 退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退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 退 刚才顾总也讲了 咱们今天只要19.9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 彗灿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 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 男士龙戒指 女士的凤凰戒指 太划算太超值了 好消息好消息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 现在打击电话 只要19.9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基金 走时精准 日期星期双显示 防水 防滑 防摔 夜光显示 实用美观 要盘表链韩金 19.9 不够手工费 不够鉴定费 今天却能拿到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 成为欧瑞金金钻表 品牌推广大事 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新电话 还送价值598元的 男女龙凤戒指 嗆心雕刻 许许容声 吉祥富贵 精美绝伦 寓意龙腾四海 凤舞九州 红韵当头 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去的 四标秦权的鉴定证书 如果您带着满意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马上扑打电话 报名领取吧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最终男嘉宾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我相信红娘和导师的 就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今天来咱先看看 一号女嘉宾的照片 我相信红娘和导师的 这张照片我一看 就想到了一部电视剧 《四大名著》之《西游记》 不是 为什么今天 但是里边是仙儿 不是 为什么今天 那三位嘉宾 都选择一个大头像 你们是要比脸小吗 这个阿姨也是小脸 很上镜啊 长得很娇小 对 那些秀锦 她的确是在朦朦胧胧胧当中 显示出来的一张俊俏的脸 对 来吧 接着咱有请她上场好不好 好 掌声有请 谢谢 年龄就是个数字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桂华女士 好 欢迎您 您好 来 男嘉宾您好 您好 开个玩笑啊 别生气 不要我心里气啊 来 您好 个儿多高 你看 对 一直以为女嘉宾说的 我是你的一半是开玩笑的 能把它装进 结果您真这么瘦 男嘉宾你站到女嘉宾的前方 我看能给她彻底挡上吗 太完美了 魔术大便活人 往右撤 往女嘉宾出场 从内测出去 哎 我发现啊 这姐姐从那一走过来 我脑子里一下想出一个词来 美人鱼啊 而且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真的恰到好处 这身衣服就已经为您增色不少了 而且你的头发还有色 上次来的时候是这么一样的颜色吗 头发 对 也是啊 一直是 就是有没有人劝过你 把头发的颜色换一下 这次而显 有啊 是什么人劝的你 因为遇到了喜欢我的人 他要求你把头发 他要求我把头发的颜色改一下 然后你的回答是 这个颜色跟随我好多年了 所以没有同意 不可能 那喜欢你那个人就跟你分手了 那就不聊了呗 就不聊了 对 那你不会觉得 哎呦 为了头发而失去爱人 好像有点不太划算吗 没有什么的 既然她不喜欢我 那就算了 就是如果你想接受我 就接受整个的我 包括我的头发 对啊 这就是女人的注意啊 这头发颜色能接受吗 颜色很好 我现在是喜欢人 那有演员 你就想 就无所谓了 那多大点事 人各有各的爱好 我也不邀请她感应 她也是领导 她得顺序说好话 你的内心的想法 是喜欢女士留这样的头发吗 喜欢 喜欢 可以能接受 你知道吗 她看你的时候 一直在愣神 一直在愣神 是不是 就是她的那种思维反应敏捷 在那个瞬间已经停滞了 气质又秀 那个刚才和这个姓肖肖女士 跳一支舞 这个女士贵姓呢 脸贵姓唱 唱歌 那唱首歌 您可以中间配个声啥的 行不行 配个声行 我不再会唱歌 咱们为大家唱一首歌 其实也没有练 唱个北京吉他唱 唱得不太好吧 这是专业的 唱北京吉他 唱一首歌 你们俩 齐心的 好像在两个时空 那就不天心了 不天心的打打 时空 你的爱 隆起脸面的山脉 好听 陪我走在茫茫的云海 用真心 攒下你给的深情 把爱挥成最美的风景 真心相爱花开不白 冰雪寒霜 冰雪寒霜 早已化作 早已化作 生命的精彩 生命的精彩 好 谢谢 唱得太好了 你知道吗 他不仅唱得好 就是他进入到 那个环境里面 那种陶醉感 特别迷人 男嘉宾刚开始呢 还想融入一下 你唱什么 你唱那个 我跟你唱 在唱上之后 我还是不要唱 我唱 唱得好不好 好 我鼓掌了 是不是鼓掌了 人家早就在鼓掌 你刚想去鼓掌 这个男人挺好 没事的时候 可以跟女嘉宾在家练练歌 好不好 来吧 接着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 1879号女嘉宾 张桂华 72岁 是洋人 凉裤退休 有住房 子女已婚 有人说岁月催人老 但张女士说 岁月从不败美人 我是张桂华女士 我是一个从不向岁月低头的女人 这么多年兜兜转转 忙忙碌碌 张女士有时候会突然记起 她也是一位年过古兮的老者 但是年龄对我来说 仅仅是个数字 用一支清零的舞蹈 来舒展筋骨 借几手欢快的韵律 来一展歌喉 这就是她一天的生活 其实呢 我也没有过多的保养 那心态年轻呢 人就年轻 但是年轻却终究敌不过孤独 张女士心目中另一半 是一位身材均匀 谈吐优雅 落落大方的气质男人 你愿意牵我的手 和我共度爱和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彼此打个分数吧 男嘉宾跟女嘉宾打个分数 100分 女嘉宾跟男嘉宾打个分数 95分 女嘉宾还是她的性格呢 好 有请二位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叫她小子 对 来去 铁锡 铁锡学习俩姑娘不错 铁锡 劳动工人装修得很好 这身板留职这是 李毅的少了 李毅的 李毅的 对 咱们挺好的李毅 来吧 既然男嘉宾问到了感情问题 接下来咱通话到她聊这下 每当提起感情 我就会回想起 恍如昨日的知青岁云 50年以前 张女士满怀着理想与憧憬 从城里下乡到凉酷工作 没想到 在那里她邂逅了一段 浪漫甜蜜的爱情故事 我呢 在也是个知青代表吧 她是大队团熟织 在经常接触之后 我们就是相爱她 张女士的父母去世的早 从小她就在同父异母的姐姐家生活 常被冷眼以待 自从遇到了这个 能够让她温暖的男士 张女士便义无反顾地留在了那里 可是呢 婚后 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赵福根本听不进去张女士的话 大男子主义显露无遗 甚至时常对她拳脚相加 但是为了孩子 她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 委屈了就用跳舞来麻痹自己 家庭的变故让我变得坚强 让我做回我自己 我心中的那个她 你在哪里 李嘉宾 您当时是选择离婚了是吧 对 四年生 五年头 这个对你进行家暴 你忍受了多长时间决定的 对 那就是因为性格不合吧 有些事情你说东她说西 办事的就是不一样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这段婚姻生活过程当中 你都听她的 会发生拳脚相加这样的事情吗 我不可能都听她的 是因为你们性格不合 谁也说服不了谁 是这意思吗 对 谁都不服谁 谁也不服谁 对 所以说经常暴雨战争 她的性格就是说 我必须领导你 她很倔 对 那您呢 大男子主义吧 您评价自己性格呢 我性格开朗了 但是我很直爽 但你欺负我我肯定不干呀 家暴我 我也得反抗 对 您俩是属于真见对面门了 对 但即便这样 阿姨也没有选择跟她离婚 其实事实上 她俩最后真正离婚的原因 跟阿姨儿子去世有关 因她儿子已经去世了 其实阿姨上节目之前 跟我们导演也再三说过 说为了给前夫留面子 所以她不想说她前夫太多不好的地方 为了儿子的面子吧 就是因为她也是个高层领导吧 嗯 我考虑的很多 我这一生吧 我谁都都不欠 只欠我自己欠的太多了 哎呀 人还有什么用力的 因为孩子们考虑了真的 这样就是 到了17年 我的儿子走了之后 哎呀我的天哪 这打击多大呀 我们两个发生一场 很不愉快的就是争吵 他又出手了 那我就不过了 就离婚了 比如说之前你还顾解儿子 对 互相给个机会吧 互相放手 嗯 之前是为了孩子维系人 对 孩子结婚 他马上就离婚了 后来孩子没了 你觉得已经再没有理由 跟他生活在一块 现在还有两个女儿 还有两个女儿 对 你看这瞅瞅眼睛 就有故事的影响 之前呢你也算是 在痛苦的婚姻当中 挣扎出来的 很苦 很苦 对 是不是也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给内心造成了很大伤害 就是她 实在找过来的罪了 伤害肯定的 因为我两个儿子都走了 人儿子都去杀 人们就怎么了 嗯 我的生命好像要终止了 所以说我就调整自己吧 告诉自己要坚强 所以你当时我想啊 因为人生的变故实在是太大了 是 失去了亲人 对 失去了婚姻 对 可能是双重打击 或三重打击 对 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 都不叫自我调整的地 自救啊 是吧 对 你选择了一种方式是跳舞吗 对 因为你听到了音乐 你的心情会好一些 嗯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吧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再婚之后 对方不喜欢你老叔去跳舞怎么办 我最好是遇到一位能支持我的 嗯 必须支持 不但支持 人家跳完舞了 上完课了 下班里面饭餐给做好的 说这个心情挺好的 你会全力支持 对 如果 用实际行动支持 你会参与进去吗 像他在跳舞的话 我不但支持 我还得跟他学着跳 这男人要把姐姐这个冰心的五花 尤其这个老年人 无论男女的 你要跳舞 要属于全身运动 对做的身体最好处 另外那个心情 你又不愉悦那个地方 让它挥发出来怎么 还是什么做病还 他必须要懂我 走进我的心 男人必须对女人好 宠着 但是最开始阿姨 不知道叔叔这个人之前 他是有一个择偶标准的 他想倾向于姐弟脸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心 包括身体状况很年轻 他想找一批自己小的 你这么年轻 你岁数这个对不对 但是就是因为 我们导演给他介绍了 我们男嘉宾的这个个人情况 和整个整体的条件 他今天就是打破了自己这个 择偶标准来见我们男嘉宾 你想找小多少的呀 如果说有的人喜欢我 真心地爱我 不在乎我的年龄的话 六十五岁到七十岁左右 这男的命太苦了又会绝了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条件 现在周围有没有人追求你 也可能嘛 你说你找个小的呀 有啊 嗯 什么样的条件 他的条件特别好 最起码七十岁左右都行的呗 你不能太小 你太小的也能找你吧 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 五十九岁 五十八岁 那时候你多大年龄 现在 就是现在 对 五十八岁 对方五十八岁 对 那小了多少岁 哎我的天 跳舞呗 小跳舞欣赏他 对 最小的就是四十多岁的 最小的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 小三十岁啊 不是 那他跟你怎么表达的呢 这就是我们女人的本事 别逼顾了 他让我跟他当地结婚 他为什么 是什么环境之下 你们认识的呀 生活当中吧 他就图又不想奋斗了 你告诉他真实的年龄没有 我肯定不会撒谎 那他依然愿意跟你宰块 对 我从来不会欺骗任何人 那你觉得他图你啥 就是男的少 小的就会用你比较小的 那他拖着 他就是喜欢 就是光拖 我属于没有车 没有房没有钱的那种 那你为什么没有答应他呢 我觉得真的真是真爱了 不认为你 我配合 太小了 不可能的 太小的 我想问一下 年龄差太大了 年龄差太大 好 那我相信啊 不图女人 不图你房 不图你钱 不图你车 这个男士对你的感情肯定是真的 对吧 那好 你对他有没有感情 除了因为年龄上不合适之外 你不是扯吗 太小不行吗 谈不到感情 我说了 我说你 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不可能陪到你走到生命的重点 能长远吗 其实能长远吗 这事儿 我儿子都50了 总是 所以你对他们是不感兴趣的是吗 属于两代人 嗯 就是说并没有说你在压抑自己的感情 而是说你本身我就对你们不感兴趣 对 太小了不可靠 男嘉宾想问一下 女嘉宾桃花月还挺多 比她小 20岁的 30岁的 都喜欢她的 并且追求她 你会不会有点感觉不太放心呢 我同一妹妹她说那句话 嗯 就是有演员吧 差个就是10岁20岁是斗形 嗯 我想问一下 对于年龄悬熟很大的婚姻 瑞莱觉得合适吗 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年龄差很大的 但是过得很好 她们中间一定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点 就是在思想的交流上一定是特别的协调 这样的话她会跨越年龄 跨越其他的 我们一号姐姐 你的这种优雅 是一个人的一种内在的修为 外化的一种体现 一定是特别自律的 这种自律往往会给男是有很大的距离感 她会觉得你是那样的高高在上 所以你的仙气真是阻止了你的很多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桃花玉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但是又是恰恰你的仙气 又是那么接地气 所以我觉得这种融合在一起的人 特别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能够靠近你入你法眼的人 也是一个极度自律的人 你也尝试着给对方一个机会最好 好 来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接下来有请女嘉宾稍坐休息 咱们一会见好吗 谢谢 好嘞 一号新高 来吧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有请来为女嘉宾再一次登场 请看大屏幕 好 在我们电梯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婚后工资卡需要拿出来吗 二 您有什么缺点 三 婚后住到谁的房子里 四 您喜欢我的外貌吗 五 您有多少存款 六 子女会干涉我们的生活吗 四号 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来问男嘉宾 婚后工资卡需要拿出来吗 必须的 好 太疼婚了 女朋友拿不拿得行 男人我这个必须拿出来 一号 女嘉宾 我选择六 六 子女 子女会干涉我们的生活吗 不干涉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女嘉宾 婚后住到谁的房子里 四号 女嘉宾回答 住到你的房子里 一号 女嘉宾回答 肯定是要去你那儿的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来 男嘉宾 有请三位背对背炸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跳不得有毛病来 一百分 一 我最好是遇到一位 能支持我的 必须支持 明天跳完舞了 一般翻唱给做好的 二 你是镇长夫人推荐的吗 是 一 你要跳舞 那属于全身运动 那是 对断车身体的最好处 他必须要懂我 走进我的心 请选择 一个是直爽俐落的肖女士 一个是温婉可人的张女士 男女嘉宾究竟会如何抉择 请选择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这里是地球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 这里是世界上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 这片被寄予希望的黑土地 天地成河草木繁盛 这片广袤的大地云雨成烟冰雪成去 生灵可敬 万物可亲 辽宁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 一条条生态红线 互卫着广阔的绿色空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天的辽宁共创生态文明发展之道 共建万物和谐美丽家园 看辽宁生态新型 请选择 非常遗憾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男嘉宾没转身的原因 爱的选择来相亲 首次香花再转身 又来了 两位美女长得都亮 所以我差也没转身 转着亮还不转身 你这理由啊 是不是就为了展示一下这个顺口理由啊 这个刚才和四号不聊挺好的吗 为啥不转身呢 四号转身没有 没有啊 你看这不得了吗 四号呢 我比他数字大 剩别的他挑不出毛围来 嗯 还四号呢 比较合适 好明白了 四号你嘉宾为什么没有转身 我总觉得我以前受过伤害 现在总觉得还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劝不了 让人劝不了 还是走不出原来的那种阴影的话 我希望你和你的外传者好好商量商量 好不好 一号你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演员吧 嗯 男嘉宾很精秀 也很善良 嗯 但是 还是演员吧 好的 非常遗憾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依然感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再见 谢谢 我想找一个温柔贤惠 心地善良 有文化素质 能说善讲 能够上乎 身体健康 对女士为伴 我想找一位 气质优雅 有修养 有素质的男嘉宾 我想找一个 有责任 有担当 对我好的男生 我想找一位 那个 有责任性 有双毛的男士为伴 在65到72之间 我就想找一个 热爱生活的 那个 营品好的 健康生活的男士为伴 其实在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有一些是老嘉宾 有一些是新嘉宾 在这里我要对你们 都要表示感谢 谢谢老嘉宾 对我们一贯而来的信任 也谢谢新嘉宾 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来 希望呢 在我们爱的选择这个舞台上 都能够帮助你们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 好